現在歐美的新冠疫情是有上升的跡象 接管署預估國內秋冬的疫情 可能會在中秋或是國慶日廉假之後升溫 高峰會落在十二月 因此宣布莫德納XBB點一點五疫苗 從今天起分三階段開打 最快十月九號就開放全民接種 只要打一針就能預防感染新冠肺炎 莫德納XBB點一點五疫苗二十六號起開打 首波接種對象為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醫院龍頭臺大醫院上午兩百個名額 不到九點就被預約額滿 疾管署表示目前觀察歐美新冠肺炎出現上升跡象 預估國內中秋或國慶日廉假後 疫情也會開始升溫 最高峰預估會落在十二月中旬左右 而且是以XBB為主流病毒株 考量國內本土的併發症六十五歲以上 民眾佔七成 為了降低感染新冠肺炎後 併發重症及死亡風險 因此XBB疫苗將分三階段接種 第一階段長者優先接種 十月二號起開放醫護人員施打 十月九號起開放全民接種 為了鼓勵長者接種各地方政府將提供五百元禮券 及十支家用快篩試劑以各縣市公佈資訊為主 請民眾向各衛生局合約醫療院所預約 接種時請記得帶身份證 健保卡及接種紀錄卡 記住拉索米 蔣龍翔 特報道